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我知道她不在 我是来天明珠的 不是 我是来找明珠的 你听我女儿干吗呀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这样 行不行 你看见没有 我早晚被你妈给气死了 别理她了 咱们进屋说去 都拿我仨气 你赶紧的啊 卖车还钱 再说吧 什么 你说 小蕾他把公司 是啊 是啊 他还拿着律师函来的 而且威胁说要起诉呢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之前也没有跟我说起 这种事情啊 现在他手机也关机了 现在他手机也关机了 我之前也有事情找过他 可是他也就 匆匆地把电话挂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嘛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赶快联系上他 了解一下情况 你问问他吧 你 你跟他不是在谈恋爱吗 您也知道这个事情啊 也知道 我看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你们俩真是规规碎碎 对了 对了 我问你 要想 抓住律师的心 有什么秘诀吗 秘诀 有什么时候 有什么时候 你会在谈恋爱吗 会在谈恋爱的 我认为一样 你一定会在谈恋爱的 你还要在谈恋爱的 我什么时候 你这时候 都会有什么时候 有什么时候 我说 我说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说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所长下令 所有人不得入内 请便 不是 我是真的有急事找江律师 你们让我见见他 请便 这不关系到他爸爸的事情 今天不行 不是 不是 你让我见见他 让我见见我儿子 我有急事说 请便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 见我儿子 请便 请便 江经理 请进 哎呀 夏经理啊 最近压力应该不小吧 听说 江磊来过了 江磊这小子 真是让人关乎相看 看你的样子 好像还挺开心的啊 和你一起做搭档的人 被搜查了 你还笑得出来吗 那我应该哭嘛 我又没有做错事 我为什么要哭 跟你开玩笑了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这叶明珠的妹妹啊 叶金珠 为了跟你和解 专门啊 给你写了封道歉信 来 你看看 另外呢 这是钱 原来是这件事啊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你这小子背叛了我 当着我的面说 同意我的方案 背地里缺与我爸的方案 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 在我背后捅了一刀 现在再来拜托我做这种事 你觉得合适吗 再说了 那女孩 叶金珠 本来就是一个小偷 小偷就应该受到 相应的惩罚 对吧 还有 如果什么事情 都能用钱解决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 有什么意义啊 好 说得太好了 确实 用这样的方式来和解 确实有点草率啊 但是 你额外参股工程的事 是 夏董事长 他知道吗 小偷 我们这里有你这么大一个小偷 也许警察他不会干涉 但是我相信 总会有人干涉嘛 等一下 我就知道你会叫我 开主意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有什么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 合不合紧吗 仔细点点 再见 民主 您也别太担心了 我会跟派出所的朋友啊 好好说说的 行 那我这就去啊 去哪儿啊 妈 我去把基珠接回来 基珠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等等 太小姨 我暈了暈了 你刚才是在叫我 太小姨吗 是啊 咱们能聊聊吗 我不是高耀吗 跟高耀有什么可聊的呀 是不是要大婶 怎么了这是 我忽然有种高出不胜寒的感觉呀 也没人跟我斗嘴了 这平常看见我 鸡里瓜辣的 怎么了 吃黄莲辣 那个 你姐姐 我姐姐 我听说你姐姐以前丢过一个孩子 听谁说的 偶然之间听你姐姐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呀 我听说你姐姐是在婚的 那你以前的姐夫呢 在哪儿呢 是谁呀 是不是已经死了 还是说你姐姐要嫁大夫人家 怕孩子成为雷瑞 所以他就不要了 然后他就 胡说八道什么呢 干吗生气呀 我能不生气吗 我不管你听谁道听途说的 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种问题 拉低了我的档次 你知道你这些行为叫什么吗 八婆 你说什么 你才八婆呢 你装什么情高啊你 我 你 你这种人 能生出明珠这么要强 我都觉得怀疑 我就是可怜明珠 我告诉你 因为她是刘浩宇的干职女 要不我根本不跟你们家人掺和 我 我真是待见你了 让你进我们家门 以后你再不要来啊你 好恶心 太可气了真是的 这干嘛呀 你这好好说 不会好好说话呀 把我当管夫 就欺负我是不是 可笑了 现在你可以带她回去啊 谢谢 辛苦你了 你去吧 超哥 还不快谢谢人家 吐豪 你怎么在这儿啊 出来了 看样子还挺精神的吧 你忘了唠出来的 怎么 刚出来又忘了 不长记性是吧 什么死的心啊 能不能挂个关艺 别打的信不信 这才派出所呢 快把你给逮起来 没人捞你 管你十五天 少说两句 怎么说话的你 给我回家 我自己倒 早 拜拜 疼你 你放手 疼 你干吗呀 疼死了 什么我干吗呀 你还不知悔改是吧 就你这态度 我跟你说 你就应该在派出所 多待几天你知道吗 还不想出来呢 你怎么说话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带到派出所了呢 你怎么会被派出所 抓走了呢 妈跟你说话呢 我就是 我就是去了 他五星期酒店 不是我要去的 是别人带我去的 你说什么 去酒店 不是 妈想的那样 我没给人家那什么 我就是偷了点钱 你说什么 你 你偷钱你 臭丫头 偷钱这种事情 这么光荣吗 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啊 那不是喝了点酒吗 然后那个人就特别讨厌 你闭嘴呀你 我让你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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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偷钱你 你别管 妈妈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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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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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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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也要你三个 我们容易吗 我 你们怎么都怎么不当气啊 你们 你们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啊 你把死的脏 你都怎么这样对我呀 要我怎么 不哭了啊 别生气了 儿子心疼你 好不好 不难受了 不难受了 你 你就知道这样你 你就知道玩 还有姐啊 你 只有你呀 只有你在把我养着月钱安上 挺好的玉米 你全弄脏了 少说两句 这不学好你 以后别偷了 没事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呢 你为什么这么早到休走了呢 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受罪啊 姐 我给你来 我给你做个事 什么事 是公司的事吗 不是公司的事 我觉得 咱们家的事 还是不要跟外人提 怎么了 什么事呢 你是不是跟明珠的妈妈 说了婷婷的事 我说你 我一直放心不下 我一直放心不下 我总觉得婷婷还活着 婷婷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要在心里把她放下的 你应该活在当下 再说 明珠的妈妈 她是不相关的人 我主要是担心 如果孟杰和夏强知道了 怎么办 这则你怎么负 因为江蕾 现在这些工作无法进行 还有这一项也是 怎么办 你说现在怎么办 你给我听好了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因为这次事件 让我们公司的形象受损的话 我就解雇你 你明白了吗 夏经理 希望你可以公司分明 江律师做他该做的事情 我也完成我分内的工作 我们互不干涉 我怎么可能去指使他 做任何的事 公司已经弄成这个样子 你还在偏谈他 这不是偏谈 这是事实 如果说公司是清白的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又怎么会他 你在跟谁说话呢 你用什么身份 在跟你的上司说话 我从小就看你不顺眼 什么行侠仗义的女侠 简直就是话中取出 你有什么值得傲的 出去 给我出去提见没有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听到一些消息 有些担心 所以就匆匆赶来 听说公司 因为律师函的宋达很慌张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工程 不会耽误心 这可不好说吧 现在公司的员工 都因为律师函的宋达 人心惶惶的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出庭法院 再输足媒体 我们这边也很难堪的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 夏某人在法庭上 倒下去过 那他也是 我是绝对象星下董的 不过呢 我得向公司做个汇报 暂时就先别说吧 董事长 这个汇报是必须要做的 毕竟我是吃公司饭 拿月薪的人 得招商办事了 你也可以成为飞月薪族啊 如果跟我们家孟姐 结了婚之后 这个呢 我也有想过 不过我这个人爱干净 万一我的老丈人被拘留了 我这脸上也无光啊 董事长 这可是九亿美金的大工程 可千万不能被拘留啊 嗯 好 对不起 明珠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什么工作 现在公司乱成这样 还怎么继续 全体待命 等我电话 那董事长 我就先告辞了 好 希望您一切平安 行 行 小子 小子您就演呗 应该差不多快到了 谢谢会部 你为什么那么想见我叔叔啊 欢迎光临 叔叔 您好 这位是 叔叔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 监理李超 这就是我的刘昊宇叔叔 您好 您好 很高兴见到您 您好啊 请坐 服务员 多加一杯咖啡 好的 稍等 我呢 叫李超 您还记得李弘泰厂长吗 他是我的爷爷 很高兴认识你啊 我也是 真的是你叔叔 这叫什么话呀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 吹牛大王啊 有个叔叔还能骗你吗 没想到这么年轻 嘴巴跟你一样甜 不过还是要叫叔叔 是是是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谢谢您的咖啡 谢谢 好 请慢用 今天请您来 我是想问您 您大哥生前 是否认识我的父亲 我想知道 关于他的一些讯息 是这样啊 我大哥生前呢 有很多优秀的朋友 我相信你的父亲 也是其中之一 只是有些 我有些记不太清楚了 有些对不上号 不过我知道 我大哥生前 经常去你爷爷的工厂 说是要帮你爷爷 买下一块地 共同开发太阳能阳光城 那 对不起啊 那您大哥是怎么去世的 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没有不好意思 喂 姜蕾 对 行了 我马上到 就这样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下次呢 我们再想聊这件事情吧 明珠啊 这段时间我比较忙 可能暂时不会回家 有什么事我再给电话讲吧 我先走了 告辞 那你慢点啊 你慢点啊 曹哥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没事 你说你的父亲 跟我浩宇叔叔的大哥 他们俩认识啊 应该是的 想查我父亲的一些讯息 怎么就这么难呢 咱们也走吧 去哪儿啊 我一会儿还得回公司上班呢 女侠呀 你还真是侠肝易胆呢 现在公司乱成这样 你回去干什么呀 得工作呀 那是我的梦想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也太善良了吧 你现在回去啊 只会成为夏强的出气土 你是想替江磊当挡箭牌吗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买单 我们是某个儿子 有酒店的 你去哪里 买我 你去哪儿啊 是这个个儿子 应该用一百的 爷爷 怎么了这是 什么都不懂 怎么招进来 你下去 你下去 行 行 去吧 你怎么在这里 无端端骂人 这 这焊接得不对呀 这应该用一百瓦的电 才对呀 好好好 先用 先用 爷爷 这种电板 八十电压就够了 我都干了五十年的 焊接工了 我说应该用一百的 八十 一百 绝对八十 绝对是八十 好了好了好了 一个八十一个一百 反正这个我不懂啊 但是我知道 这电焊不是用嘴焊的 这戴上手套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也行 爷爷 来吧 来啊 谁把谁啊 我换一下衣服 爷爷 有没有信心啊 放心啊 干了那么久 还会输呢 真是你的 爷爷 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你别光说不练 嘴巴似 那 我说三二一啊 来 三二一 开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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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 爷爷 我就不用仪器来施她的剥线了啊 这从表面来看 这明珠的比你贫量多了 不行 不对呀 以我多年的经验 这是没错的呀 怎么样 我们明珠行不行啊 没有 这是爷爷他让着我 爷爷扯着 你客气 是 喂 磊哥 我现在在小公司呢 我现在有时间 那我过去找你 一会儿见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行 你忙你的 爷爷再见 谢谢磊哥 再见 拜拜 欢迎光临 你大白一天的喝什么酒啊 怎么了 不让我工作 也不让我喝酒吗 行行行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还有别的事呢 到底要把夏宝飞怎么样 电话里我给你说得很清楚 这件事你不要过问 你能不能坐下来 现在是天要塌下来 需要你站在那里顶着吗 行行 行了 你赶紧说吧 好 好 我可以不问夏宝飞的事 但是我怎么办 你又怎么了 你不是亲了我吗 我亲了你 我亲了你 不对啊 是你亲了我 不管谁亲了谁 不是亲了吗 哥们儿 这件事我必须给你讲明白 从真正意义上讲 这次根本不算是什么 亲 那什么算亲 什么算亲 你演示给我看 你 不是 你干什么呢 那边人都看着了 你坐下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你是木头座的雕像吗 脑袋这么硬 你是木头座的 我求求你了 你坐下吧 姑奶奶快快快坐下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不可能的 就因为我是林慧蓝的妹妹 我们是亲家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在法律上你和我就是陌生人 你是个律师 为什么这个问题上 你就装不知道 这跟法律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心 我 我 你的意思是 你不喜欢我 不 你看我们像现在一样 当好哥们儿不是挺好的吗 回答我喜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那就好了 从同学到朋友 再当好哥们儿 当猎人 然后再当孩子的爸爸 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 都是这样循序渐进的呀 这件事 不仅仅是因为你姐姐 还有什么 如果夏冯飞这次 真的违法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这样的话 我们两家就会结下恩怨 我和你 根本不可能成为恋人 这 我姐夫的情况 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 好 小蕾 明珠 今天怎么有空把我约过来啊 想你了呗 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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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她 你今天怎么样 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啊 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已经瘫痪了 对不起啊 你看好不容易进去的公司 现在要搞成这个样子 夏强没欺负你吧 没有 怎么会呢 再说了 叶明珠这么好被欺负的啊 放心吧 那就好 她要欺负你 我就收拾她 行了 明珠 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以后 我们去旅游吧 找个好地方 好好睡她几天觉 是啊 最近江大律师 看起来是很疲惫 我都瘦了你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这段时间工作完以后呢 咱们就去旅行 但是现在见眼界了 所以呢 必须要搭起精神 赶紧去工作 回去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快点 快点 你干吗 你干吗呀 大庭广众之下 哎呀 关不了那么多 关不了那么多了 没人啊 太想你了 真的太想你了 就让我这么抱一会儿吧 哎 穿成这样去哪儿啊 我出去谈点事 谈点事 啊 你能谈什么事啊 我得奋斗啊 我 我得养家呀 真是 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汇报啊 等会儿 干吗 钱拿来 出我的钱 哦 车呀 是这样 这车呀 它一时半会儿 它们卖不出去 你昨天不是说 那车已经卖出去了吗 装什么装 拿来 瞧我这记性 那 哦 对对 钱钱钱钱 给你 你夸我呢 一辆车就卖这么点钱 不是 这是首付 其他的 人家慢慢会打你卡里的 妈 你干吗呢 我就知道你会藏在那儿 不是 就这些 都给你了 就这些 就这些啊 妈 你 别别别 你给我自己来 这干吗呀 这光天化日的 俩女人搜一男子 真是 合适吗 真是 不知道的人 因为你们耍流氓的 快点 给你 没了 就这些 你是不是特高兴啊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敢去问 小蕾要钱的话 看我不收拾你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别打我头 这本来就不是特聪明 你知道就好 干吗呢一个个人 真是的 别看我了 快回去吧 好 注意点 喂 孟姐 拜托我 什么事啊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不去当警察呢 就这个 忍不爽 超哥 你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我还以为你要放我鸽子呢 谁放你鸽子了 只不过 迟到了一小会儿 你打电话 神神秘秘地 约我来这里 干什么呀 其实 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说 孟姐今天给我打电话 我还没有说完 那你干吗走呀 你说 你本来不是答应了孟姐 要去她的服装展示会的吗 你怎么现在是不去了呢 对啊 我去她那里干吗 去吧 拜托你了 不是 她为什么会让你来跟我说这件事情 因为我真的很想学习设计 但是呢 必须先要征得她的同意 所以 等等 我教你设计 要经过她的同意 她是你的谁啊 我又是她的谁啊 你先别管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总之 拜托你了 我去 超哥 我知道你最好了 你也 最疼爱我这个徒弟了是吧 你知道我很喜欢学习设计的 为了你学生美好的将来 你说是吧 一定要去 美好的将来 我去也行 真的啊 不过你也得去 我去干什么呀 我就算了吧 那天不用学设计 万一你跟什么不三不四人去约会 我多亏啊 你小心眼吧你 你去不去吧 我真不去了 你不去是吧 我也不去 你别这样 闹什么小朋友脾气啊 你要是不去呢 让我 亲一下也行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那么大反应干什么 孟杰 这次的活动太成功了 恭喜你啊 谢谢 是啊 恭喜你啊 孟杰 孟杰 你真棒啊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非常好 孟杰 阿姨好 妈 孟杰 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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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小姐 你的服装展示会真的很成功 祝贺啊 谢谢妈 爸呢 爸 爸怎么没来啊 爸公司有事 他让我带他过来 那 他让我带了你最喜欢的饭 就算公司有事 可这件也是我人生中的大事 好啦 好啦 你看这是什么 我已经全程都录下来了 到时候跟他转播开 对啊 孟杰 恭喜你啊 明珠 你 不好意思 你没有邀请我 我就自己跑过来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展示会很成功 谢谢 你 你 等等我啊 面侦 礼裤 礼裤 明珠 有时间吗 我们找个地方聊一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好啊 张磊 想忙吗 你怎么来了 快请坐 恭喜啊 什么时候和民主成婚 不是 您这大老远过来 就问我这事啊 这是我们俩的事 跟您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知道你爸为什么反对 你跟民主的婚姻吗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为什么呀 我来帮你好了 帮你找到一条 解救江志明的路 你看 来 你看这 这照片你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躺在地上那个人是谁吗 他叫叶大山 叶明珠的父亲 十五年前因为交通事故 去世的人 你知道 是谁在追打他 把他给闭上绝路 最后让车给撞死的吗 是谁 是你的父亲江志明 是谁 照片留着 别让人看见了 好 好 来 走 孟洁啊 你是一个好姑娘 别看平时装得挺高傲的 但是心底善良 我也知道 你喜欢我 我 知道就好 其实 从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想跟你说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们俩在一起它不合适 为什么 是因为我爸吗 是 也可以说不是 那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明珠吗 超哥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明明就知道 明珠她跟江蕾已经要结婚了 你这些都知道 你怎么还能这样对她 是是 我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做不到 我也一次一次提醒自己 明珠她不是我的 明珠她喜欢江蕾 江蕾也喜欢她 她们俩会 可是 可是我每次看到她我 我放不下她 梦剑 你也喜欢我 我相信你 你也理解这种感觉 对不起 我也尝试着把心 放在你这块来 干脆我们俩在一起算了 可是 如果我真这么做的话 她对你也不公平不是吗 超哥 你不是说吗 你去美国 就是为了你的事业 只要你跟我结婚的话 你就完全可以找回你自己的事业啊 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够了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比我更好的人在一起 你完全有这个资格 你何必 你何必要这样呢 那你呢 你为什么要为了明珠 荒废你的青春呢 我到底有哪一点比不上明珠 我 我这个世上 再也不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了 对不起 您说的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啊 你妈没跟你说吗 我妈 您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呢 以前 我丢掉了我的女儿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跟我女儿是一样的 我女儿的血型 我女儿的血型 和你的血型的确不一样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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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丢掉了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我就是弄伤的痕迹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我又被烫伤的痕迹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你脖子上被烫伤的痕迹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生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说再回 来不及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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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拥抱你